人类从蝙蝠生泊中得到启示 利用仿真发明了雷达 人类从鸟类飞翔中获得启发 利用仿真发明了飞机 人类从鱼儿游蚁中得到灵感 利用仿真发明了潜艇 人类在雷火积木时学习了使用明火烹饪 告别了如毛淫血的生活 仿真让人类上天下海 仿真技术为人类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烹饪历史中 人类最初学会的是明火烧造 并由此沿袭千年 燃料的更别更是历经柴煤油气 直至十九世纪 人类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并根据电磁感应技术发明了电磁炉灶 电磁造出现后 烹饪设备依然发生了质的飞跃 而电磁加热的原理是通过高频开关电源 将电流形成高频脉冲 使脉冲电流通过线圈盘产生强磁场 当铁锅被放入磁场中切割磁力线 而在锅体内产生涡流 锅体发热加热食材 但是普通电磁造在使用中 由于主频输出恒定或输出频宽叫站 磁力厂无法随锅具变化移动 追踪范围受限 因此难以抛锅 热质不均匀 不符合厨师使用习惯 难以大面积推广 存在重大的产品瓶颈 直至明活防针技术的出现 明活防针技术 是通过PID反馈模块 在厨师抛炒时 实施捕捉锅具位移距离 移动速率 材质 外形 温度等各项参数的变化 通过高频数字处理 实现热力厂实时追踪 满足厨师抛锅需求 普通电磁造与明活防针电磁造的差别 就如同弹道导弹 与巡航导弹的差别一样 普通电磁造 用于主频输出固定不便 就好像弹道导弹 只能在固定航道上 打击固定目标 而明活防针电磁造 可以应对不同菜系 食材 实现不同抛炒 方式 就如同巡航导弹 需要打击移动目标一样 明活防针技术 模拟明活的热场分布 通过计算 绘制热值分布图 最终使电磁加热 达到明活加热的效果 防针并不是模仿 而是技术的创新 Mentro明活防针技术 彻底冲破 普通电磁造产品瓶颈 It's me Mentor 明除此定 明活防针专业技术 唯一呈现 更多精彩 值得期待